接下來我們示範 E150MRS內部電子變速器的油門行程校正 首先我們先將遙控器打開 並進入 油門的曲線選項內 我們將Normal的油門曲線設定為0,50,100斜子線 將油門曲線設定為0,50,100斜子線 然後將油門搖桿推至最高點 此時我們先將E150MRS 基本上的 尾馬達 線拔除 前面這一個 是主馬達線 後面這一個是尾馬達線 我們之所以要將尾馬達線拔除 是因為我們在推動油門搖桿的時候 尾馬達會旋轉 造成危險 至於主馬達線為什麼不拔掉是因為 我們將搖桿推至最高的時候 並插電 及其進入 電變設定模式 所以馬達不會旋轉 也因為 不能讓馬達旋轉 馬達的聲響 就是辨識我們電變設定的 聲音 好我們將尾馬達拔除 接下來插電 同樣的 我們等待約10秒鐘 我們等待約10秒鐘 此時 系統燈未呈現綠燈 當呈現綠燈之後跳3下 響了嗶嗶兩聲之後 我們在6秒鐘之內要將搖桿往下拉 此時 一聲長音 兩聲短音 三聲 連續音 表示已經 進入開機完成模式 這樣子就是 我們的油門新程校正 設定完成 接下來我們將電池拔除 接下來我們示範 150MRS 電變各項程式設定 這個電變設定程式有8大項 分別為第1項 煞車設定 第2項 近角設定 第3項 啟動設定 第4項 低電壓保護方式設定 第5項 油門輸出方式設定 第6項 使用離電池設定 第7項 電池保護電壓設定 第8項 馬達正逆轉設定 這幾個設定在 電子檔的說明書上 都有記載 可參考 電子檔說明書 第8項 首先我們先將遙控器打開 並進入 油門曲線的 設定功能項 我們同樣 我們同樣以Normal為主 將油門曲線設為050 100的斜直線 然後我們將 我们将油门推至最高 同样的我们将150MRS的尾马达线拔储保留主马达线 然后插入电池 同样的等待约10秒钟系统设定完成 当系统设定完成 有两个BB声 在这两个BB声之后的6秒钟内 必须将摇杆维持在最高点 响两声BB声表示进入设定 BB表示第二项选项 BB表示第三项 BBBB四声表示第四项 一个长音表示第五项 一个长音一个短音表示第六项 一个长音两个短音表示第七项 一个长音三个短音表示第八项 三个连续响声表示设定完成 现在又重头回来一次了 第二项 第三项 第四项 一个长音第五项 一个长音一个短音第六项 一个长音两个短音第七项 一個長音 三個短音 第八項 好 設定完成 好 我們現在接下來設定 第一聲 煞車 我們將搖桿推到最低點 第一項 無煞車 第二項 軟性煞車 第三項 機煞車 因為我們在煞車這個選項 必須設為第一項 無煞車 所以待會在第一個聲響的時候 我們將搖桿推至最高 就是完成進入它的選項 現在是第二聲 我們都不要去推它 第三聲 不要去推它 我們第一聲的時候去推 好 一 我們推到最高 它聲響表示進入了 已經寫入了 好 我們現在要設定第二項 好 我們一樣 第二的時候趕快再拉下來 第二項是進角的設定 第一 響兩聲就是中進角 響三聲就是高進角 那在進角這邊 我們必須設定為高進角 所以它在想連續三聲的時候 我們要將搖桿推至最高 一 低進角 二 中進角 三 高進角 推到最高 已經寫入了 一 二 三 表示第三項 我們就把它拉下來 我們現在設定第三項 第三項是啟動設定 分成為一聲快速啟動 二聲緩啟動 三聲超緩啟動 那這個啟動設定 原廠設定指為快速啟動 也就是一聲 所以待會我們想一聲的時候 馬上將搖桿推至最高 就是寫入了 一 推至最高 寫入 好 接下來第四項 一 二 三 四 好 我們就把它拉下來 同樣的 第四項為低電壓保護方式設定 就是當我們電壓比較少的時候 我們要電變做什麼動作 第一個低聲 一個響聲就是緩慢的切斷電源 第二個響聲就是立即的切斷電源 那麼我們原廠設定是緩慢的切斷電源 所以待會想一聲的時候 我們必須將搖桿推到最高點 讓它去做設定 好 現在是兩聲 好 一聲推到最高點 已經進入設定了 然後第五項 一個長音 好 第五項 我們推到最低 一樣 一樣 第五項是油門輸出方式設定 好 然後原廠設定為 C U R V 1 好 這個選項 好 原廠建議出時值就是這個 所以我們是想一聲的時候 我們就把搖桿推到最高點 好 讓它進入設定 好 這是三聲 好 一聲推到最高點 好 設定完成 好 一個長音 一個短音 表示第六項 拉到最低 我們現在要設定第六項 好 第六項是使用離電池數的設定 也就是說它會去判斷 我們 這台150使用的電池 那麼 我們這台150使用的電池是2S 所以我們是直接設定給它為2S 我們不要去設定自動判別或其他的電池種類 我們是直接設定給它2S 好 然後2S的第一聲就是自動判別 兩聲就是一SALE 就是ES 三聲就是2S 然後響四聲就是其他的SALE 好 那我們必須要響三聲就是2S 所以我們等三聲 兩聲 好 三聲推到最高 好 進入設定 好 現在是一個長音 兩個短音 就是第七項 第七項是電池保護電壓設定 好 那我們電池保護電壓設定 好 那我們電池保護電壓設定 一樣 第一聲為5.2V 第二聲為5.7V 第三聲為6.2V 好 那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這是7.4的電池 2S的 所以我們把它設為5.7V 要響兩聲 所以待會響兩聲的時候 我們叫搖桿推到最高 1 2 推到最高 好 寫入 接下來 是最後一項 一長音三短音的 馬達正逆轉設定 馬達正逆轉設定 原廠設定值是正向 是響一聲 響兩聲是逆向 所以我們待會選擇一聲的時候 將搖桿推至最高 好 兩聲 兩聲 好 一聲推至最高 好 現在已經設定完成 有連續響三聲 好 這表示已經設定完成 我們就把它搖桿拉到最低 好 剛才聽到聲是一個長音 表示系統開機完成 兩個短音表示我是2 3個長音 好 表示已經完成設定 這樣子 整個就是 就是電變設定跑 就是電變完成設 完成啟動這樣子 好 這裡要注意的是 我們 整個流程一樣 必須要有連續三個響聲出來的時候 我們搖桿是拉最低的 這個時候才會退出設定模式 在你 任何一項沒有設定完成 或是想要再重複設定的時候 只要 你不去動搖桿 在最高點 它都會一直循環的去做設定 如果你要退出設定的時候 你必須要等到它有連續三個響音的時候 那時候將搖桿從最高拉至最低 就是退出電變設定模式 以上介紹